第二部分我们继续讲的是一国两制概念的分析 我们之前分析了什么叫一国什么叫两制 但是我们继续讲一国两制 如果复述之前讲一国什么意思 两制什么意思加上就是一国两制 那意义不大了 因为已经讲过我们复述一次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讲一国两制综合反而会讲一些额内概念 因为当邓小平或其他中共领导人 一国两制的时候 他附带一些其他概念进去 那些概念我们都要了解 就是讲什么意思 比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国两制的时候一定有所谓高告自治 所以留意香港一国两制常有的一个说法 大家经常听的 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公告自治 我们经常用这些说法说 那公告自治这个就是我们讲一国两制 可以说是同时大有的人 讲了你没有公告自治港一国两制是没有意思的 比如你听了中央话 你讲一国两制是没有意思的 而邓小平就说充分自治都不应该有的 他这样讲 但其实我们思考一下 就是说充分的话就是完全自治 台湾不能说完全自治 其实你认真去思考一下 这个讲法其实没什么意思的 大家想多想想想吧 那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台湾是一个现实上的政治实体 他的所有的政治 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是一式的事情 社會、法律、法律、經濟那些 全部都是獨立實體來的 一方面就是一個地理的間隔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它背後有美國 和其他先進國家去為它撐腰 所以中國你不可以一般努力去周圍台灣 所以某些話說 你說高度自治對台灣人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它不是高度 而是充分完全自治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干預到它任何東西 所以這個所謂的高度自治 雖然鄧小平說是反對台灣黨完全自治 但是反對沒有什麼意思 反對都反對不了的東西 所以這個高度自治其實只是對香港有意思 所以高度自治的意思就是 你不可以完全自治 被獨立不停不行 所以這樣說高度自治 其實跟剛才說的一國其實是很接近的東西 這是我自己解讀的很接近的東西 不過可能再重新就是要強調講高度自治 就是不要以為一國兩制 真的給一個完全的自由主義制度給你 其實大概這個意思 就是給到很一定的程度而已 什麼程度呢? 現在鄧小平主要說就是當時英國給的那些 我們繼續給的那些 就是講的怨恨那些 但是問題呢 其實在《基本法》裡面又不就是這樣 《基本法》說就是要香港一路路發展民主 所以現在中共經常說香港人不斷在民主上 所以要求很多這樣 這個不合理的 其實要想一下道理 誰不合理呢? 即《基本法》你說我們是有自由的嘛 有民權的嘛 你終於是可以體現民主 但是這個港而沒有這樣 這個反而又是破壞一國兩制 不是我們 而是中共 是不是? 因為他們才會寫明的嘛 就是要香港人是有一個 就是普選的 為什麼要中央 假的都要做一個普選出來呢? 因為你基本法改動明 是有民主普選這件事的 所以這個不是香港人的要求 而是你中央給 問題就是你經常都說 未到時候一路拖 多到而遲 但它又沒有路線和沒有的實 才令到現在香港人 對於平時上的不滿是越來越重要 反抗、反對的力量是強很多 所以你說反對出來 是不是用武力暴力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有時間可以再詳細討論 但問題就是你一定有反抗的 因為你答應過的事情你不做 就是為什麼還要我們 反對說我們要求太多 一個、兩制沒有給的東西我們要求有 其實不是的嘛 你是答應有 就是問心無愧的 我們要求有普選這件事 因為你答應要給我們的東西 OK 這個就是講高度自治那一點 高度自治起碼不要先告退 如果最平和 所以有時候覺得 中共港共平和的東西都不給我們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是 你給我們一國兩制 我們這塊 不要說其他 你不要倒退的意思就是 譬如說 都限人大釋法 你不要說要立些什麼 譬如最近那個 逃管條例這些 隨意立的 很大反對又不理 所以今天或昨晚 推行那個更加離譜的一個 國安法 就是你立這些東西 你根本不是一國兩制 沒有的東西 甚至是大大倒退 極大倒退 是倒退到一國一制 這樣的時候 你說香港人 如果不接受 香港人的問題 香港人的責任 香港人的問題 香港人的問題 這些是騙不到人的意思 這本身是你答應人有 你是信諾 你不守信諾 所以我有一次 Facebook 有個社派這樣 一句話說 就是用論語裡面說 民無信不立 你不要說那些很激的那些 甚至要講港復 甚至要武力那些 香港很多和理非 包括我都是 為什麼在廣告政治問題的時候 那個態度程序比嚴激很多呢 就是問題是 你不單止不給我們一國兩制 還要倒到一國一制那裡 而你給的理由 一比是快捷香港人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做到的承諾 為什麼你不說 譬如說明有普選 你是有 你應該是假普選出來 你說就是 越來越充分有自由那些 但是你收緊了 人大會發展 知而此類知而此類那些 就是立些惡法出來 越來越像一國一制 人民一國兩制 所以香港人有不滿 甚至有反抗 其實你是預期到的 譬如是剛剛 你立那個國安法 其實香港人全國都沒有自己的反思 最少自己的反思 做法 當然也有小部分的人 就是做信民 好像現在大陸那些人民 你又沒有力去反抗 那你做信民 這樣 政府說什麼就說什麼 國黨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樣 但是香港人 跟中國大陸的人民 有些地方不同 那些不同呢 其實變成我們那個做法 就是我覺得 當然是否去到國安局 甚至武力那些 那些是兩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否 我們不可以反抗 我們是要做信民 那這個我就不同 起碼你和平的反抗要有 街頭有這個運動 最重要要有 因為你是完全迷反了一國兩制 你是越收越緊 越比越少 越來越像一國一制 但是反而將那個站在香港人那裡 不是在你自己身上 就是將那個因果是顛倒了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人搞到 香港黏黏亂 所以我們要收緊 所以我們做很多法 就是壓制這些 如果不是香港會亂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因 哪個是因 果是哪個 現在是告果為因 你將香港人的那個 比較大力的反抗 就是看到這個就是香港亂的原因 所以加強我們對香港的那個打壓 更加令到香港沒有自己的那個 自由主義的制度 這樣 更加和中國看齊 這樣 那這個就是到果為因 OK 剛才說了高度自治那一項 另外就是港人治港 就是如果用香港那個情況 那這一個兩制都很重視 就是統治者是要香港人 這一個最重要的不是說那個國籍那些問題 給你大陸移民 來香港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我想很多香港人覺得沒有問題 例如那個大陸移民就是 梁天琦那類 不能反對的 大陸移民 但是他也不是大陸那些人的那個頭腦 所以那個港人治港呢 其實就是和高度自治 或者和整個一國兩制是相稱的 因為所謂港人治什麼意思呢 就是維持香港有的那個政治制度 所以治理的人呢 就不是大陸的幹部 主要鄧小平當時這時候呢 就是他沒有用到剛才我說的 那些字眼 但是有這個意思 比如看鄧小平的原意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是喔 這個我自己的雙情要解讀喔 說多了喔這樣 就是看鄧小平的那個原來的說法 根本我們是沒有在港人治港那裡 就是怎樣去超越了一國兩制的法規 所以經常都說香港人呢 越拿越多 就是越來越多球那樣 一國兩制沒有的東西 要求有 但實際上剛剛相反 越來越不給一國兩制 越來越壓迫得緊 比如說回港人治港這一點 那鄧小平說港人治港呢 就是那個港人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是唯一一個特質而已 沒有其他規矩 只有一個特質 那鄧小平的原文呢 因為某場我們都可以說了 他要說一個愛國者 那個港人呢 其實反而你是不是大陸移民啊 或者是不是香港土地土長呢 這個不是重要的 所以鄧小平以前沒有說的 不是看你在大陸出生 都在香港出生 就是大陸人都是香港人 不是看這件事情 而是看他本身背後的那個政治的那個取向 所以最後就是政治的那個取捨了 那他當時就規定了一項 那一項呢 就是今天那些建制派 把中共黨共拿出來講 但實際上你覺得呢 就是已經扭曲了鄧小平的原意 所以我們下半部分呢 就是最最後的就會說那些扭曲變成那些 譬如這裡怎麼講那個港人 就是治理香港的人的答點呢 他就是要愛國 接著他解釋什麼叫愛國 愛國者呢 他都說 什麼叫愛國者呢 愛國者的標準是 尊重自己民族 誠心誠意擁護祖國 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 不損害香港的繁明而穩定 只要具備有一些條件 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 凡是相信封建主義 甚至相信奴階主義 都是愛國者 所以奴階主義我覺得有點誇張 就是尊奴階主義的人 根本不應該有一個很自權 就是不動為反人質 所以封建主義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 但是他意思是說不需要社會主義 就是他話是這麼說的 不需要社會主義 又不需要社會主義 就是一般的理解 就不是中共派下來的人 就是港人治港其實這個意思 香港人 無論是不是香港苦生苦長到 這個反人質疑 最重要就是那些不是中央或中共指派下來的人 就是那些我們叫做幹部 不是說用黨去治港 或者用幹部去治港 走回香港人中用自己的方式去治港 原理是這樣 所以那個愛國有一個很簡單 就是我們一般被反對甚至同意 因為他說愛自己的民族 或者是擁護中國 去行使對香港的主權 一國就要強調主權的意思 香港人除了那些港獨 就是近幾年還說一直沒有的 除了那些人不說中國主權之外 那我們的和理非法 一般人香港市民都說的 我們沒有說不承認中國是一個主權國 問題就是那時候鄧小平這樣說 但是日後都走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說一國兩制 用仔細分析一國什麼意思 兩制什麼意思 和一國兩制什麼意思 因為看到今天走的一國兩制是面目從飛 有些人就說不是喔 你說 你自己這樣去想而已 不是的 人家有明顯根據 譬如現在說鄧小平算不算是文顯根據 它是一國兩制的總結界者 它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你不是用這個標準用什麼標準 就是法定成為基本法 成為中央聯合聲明那些 中英聯合聲明那些 那些就是比較法律性的一些文本 但是我相信就是合乎鄧小平說的那些最重要的原則 最重要的精神 所以其實什麼港人治港呢 就主要那個人 他是有自己什麼想法都好 他就可以去自己的國家 他不需要有一些既定的政治的一個取向 特別是要受中央的那個指使的 那很明顯啦 今天還是不是先說一下 林鄭月娥那些是不是沒有受她中央指使先 林鄭月娥那些很多政策 是不是真的自己獨立想出來的 就是如果你想這些問題 覺得這個港人治港已經變大樣了 就不要說其他一些了 那這個我們扭曲的部分可以再討論了 OK 那我們接著就是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所謂一國兩制呢 理論上就不是永恆永遠的 因為掛名是五十年不變 這個就是鄧小平的用語 所以如果五十年有變呢 其實我們可以追究的 但五十年不變不是隨口說的 不是隨意一個約數的 鄧小平說得很實 五十年是一定 還有不止是五十年 我們看回聯文 我們看回聯文 有些說法就是約了說五十年 五十年我不多說了 不過引了一段就是 要吸收國際的經驗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說到所謂五十年不變是什麼意思呢 很清楚說到那五十年是怎麼算的 還有就是所謂五十年是有多無少 那都很緊要的 就是今天那些說就是 一說五十年我們就沒有了 鄧小平當時好像寫包姦就說 其實肯定多了五十年 那少一些我們應該去爭取或者我們叫反抗 合情合理 你說明是有的嘛 五十年不變的嘛 比如我們看回聯文那個說法 聯文呢 為什麼要說五十年呢 鄧小平他自己也在西方都很清楚 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的時間 除了這一世紀的十二年以外 這一世紀就是當時那個鄧小平的年代 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 那麼五十年怎麼能變呢 就是說中國要發展的時候 要發展一定不止五十年的這個意思 所以五十年不變這個最起碼 所以要留意 如果跟回原來鄧小平的意思呢 最起碼有五十年不變這個意思 不是說一個五十年不一定是 立刻可以收回香港那類的 這個最起碼要有一些合理的方式 合理的程序去交 就是要收回知而子女 就是收回的意思就是 不是再是一個兩制 知而子女改變一個兩制不實 好了 接著再說 現在有一個香港我不在內地 還要做幾個香港 就是說為了實現我不能發展戰了 目標要更加開放 那這裏提議 這些開放的時間也是他自己說的 不是香港人要求他自己一個兩制寫出來 就是講的 當然你可以想到當時 如果你說有一個策略 就是西方政府 就是美國要接受 寫的時候就寫到很適合的 證明我們開放 甚至寫明我們可以有普選 他寫明這些東西 還有50年不變 他這裏講得很清楚 證明最起碼 甚至他講到一定多50年 證明多很多 證明一下 實際上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 50年後也不會變 前50年不能變 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 不需要變就是 一路走下去好好的政治 為什麼要變 不需要變 起碼這樣算 起碼再多50年就是8年 所以就是 有多無少 這是第一 第二 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講明這個 不是順口開河的 改用前面的一句說 這是一個承諾 是一個鄭重的承諾 只是近小平的文憲這樣說的 根據這個文憲 我就看回一國兩制整體的意思 所謂50年不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剛才我漏了一句說 他有說是97不計 50年 在剛才引的文本裏 他第一句說 1997年以後50年不變 所以有一個實數在這裏 不是隨意說 已經夠了 差不多了 50年是一個約數 我們不給一個兩制 都對的 這樣 沒得這麼說的 講得很明白 是97之後50年 現在只剩一半左右 如果你現在就收回 肯定是違反你所謂的鄭重的承諾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 你違反中聯合聲明 違反基本法那些 就是那些是法律條文 如果你違反了 你要承擔法律後果 那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香港人 你說反抗 就是做一些反抗 其實這個很合理的 因為你是承諾來的 要是你違反承諾 不是我們要求多了 而是你要承認的東西 你不給我們 所以完全不變紅 我們要阻止我們 你應該有的東西 是你答應給我們 甚至法律條文寫明下來 這個就是所謂五神不不變 其實可以簡單的說 就是長期的不變 起碼五十年 這個是很明顯的 所以現在二十幾年 你就令到香港 就是一國兩制明年實亡 破壞一國兩制的人 是你自己 你不要把那個責任 說到香港人搞定香港 搞定香港 這個就是最後一點 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古代一個概念 最後一點 沒有寫出來 但我沒有寫到 是最後一點這樣寫 應該是最後一點 剛才那幾點 就是五神不變的第三點 最後第四點 我也沒有寫第四點 一國兩制呢 其實中共什麼時候可以收回呢 或者什麼情況可以收回呢 剛才說的年份那些 五十年其實都不行的 如果解釋一下 五十年那個最起碼 但是其實只有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 香港發生動亂 這個很重要很關鍵 如果你說我現在中央 中共可以收回香港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香港發生動亂 當香港發生動亂的時候 你收回一國兩制 天經地面 沒有人帶你 沒有人去挑戰你 沒有人去挑戰你 更加沒有人去反抗你這樣 但問題是香港是不是七二動亂呢 這個很重要 稍微想想一下 比如我們之前說的 比如我們說回孟祺祭 他當然是說這些動亂 不是說打他接謝那些 不是說一般那些 就是那些 為非作打的那些動亂 當然是說政治的動亂 政治動亂其實就是說革命那類 推翻政權那些 還有那個推翻接著 是常見武力推翻這些 那你才叫做得動亂 或者文本其實 都很短一段 講得很清楚 比如我們那一段 比較短 但是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 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 可能來自那一個方面 如果發生動亂 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 干預 干預就正正和一國兩制 就是黨人治港高度自治 是相體租的做法 可以做這個相體租的做法 第一條件就是發生動亂 文本我引了這一段 但是不止 好幾段都是這樣說 還有這些相信基本法 或者是中央聯合聲明那些 都會有一個清楚的說明 不過我沒有去仔細 特別把這次去看 但是有些很基本 就是如果你說得一國兩制 你當然有一個條件 你可以有例外的 唯一例外就是香港有動亂 所以香港沒有去到動亂 而你收回呢 你怎麼說說不通 比如我剛才我講 就是說香港不出現動亂呢 比如你之前的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 所以西方馬斯文官 沒有人講是中央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所謂 我們叫做公民抗命 正式的名字叫做公民抗命 叫做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抗命呢 其實是一種和平的方式 所以戴耀廷說佔領中環 就是最初 他一直都說是和平的 實際上也是 因為所謂公民抗命的意思 你是特意以身去違法 然後承擔責任 然後做一個道德的感激 這叫做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在西方有一個傳統的 如果你公民抗命那件事情 真的有一定理據的時候 這個都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 所以在這裡不是有任何的抵觸 所以從這裡講到是一種動亂 完全講不通 所以中國大陸 他就以為是了 譬如在六四事件的時候 這麼多人住在天安門這個動亂 在先進國家沒有來做 公民抗命都不算了 因為你是為了一些政治的理由集結 去做一些訴求 根本就不是一些搬動 因為你遊行示威是人的一個基本權利 甚至公民抗命式是一種違法 違法那些譬如是佔領的街道那些 那些是違法 不過要承擔責任 其實是要給他做足的 他沒有逃避責任的 他是自首的 所以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要自首 其實是講明的 你不自首反而才不是公民抗命 才被人有藉口去參與 一定是要自首做回 這個雨傘人恐懼不是動亂 但是當時大家有留意 那些建制派已經是鋪天蓋地這樣 就是講到香港已經是動亂了 就是佔領了幾個地方這樣 但是問題是人家承擔回責任的 你要拘捕 那時候你不拘捕的 要拘捕 他完全被你拘捕 那哪裡有所謂的動亂出現 比如這個最 你講到不是動亂 不是動亂來的 所以有些是一些細節 比如說魚蛋殺命 香港人有些人叫發 或者叫旺國騷亂那些 那些人有適合一定的暴力 加上主要問題是小的一些事件 對整個運動而言 我們不能夠定性整個運動 譬如你任何運動都有一些暴力的事件 你不能夠說暴力就是那個運動的成績 比如舉例 五四星文化運動 五四星文化運動 這個被人覺得是很有一個歷史二龍價值的 但是當中有果銷趙家樓這些 奏打這些國賊那些 趙宇林那些 那些學生抓住他們去砌 那樣 也要以暴力這樣 但是是不是整個五四星文化運動 定義是一個暴亂呢 沒有人可以這樣做 但是似乎中國在做這些 捉一下就說你這個叫暴亂 幾個人集會就說你是蘇聯 很離譜 幾個人的集會是一個暴亂 那這個就是 只是方天下之大謀 你看看一般港民主的國家 那些假的 假民主 怎麼可能是暴亂呢 說了如果這個 你覺得都是有疑問呢 那你看看最近發生的那個反修例 那個運動 反修例運動明顯用的暴力是多了 這個明顯的 就是那時候強調是公民抗命 那是非暴力的 但是去到反修例的那個運動呢 好像有暴力出現這樣 這裏我就只能夠長話短說了 就是單單那個就是反修例的運動 就是運動的性質 或者裏面適合到的那些暴力呢 就是要說不是今晚 就是講一國兩制就是講到的 但是可以大家本心自問 只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動亂來的呢 雖然都好像有暴力的場面這樣 是不是真的是暴亂來的呢 如果我們真的以小時候去思考一下 其實就算有也好是少的 好像剛才說的那些 我會住家樓那些也好 你不會因為整個新文化運動就是暴亂 你不會這麼說的 那現在你也是啦 就是有那些是有 能不能夠補免 但是在整個運動來說是很少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用暴力的那個程度 嚴重的程度 就是暴力的重性和頻率 究竟是香港人 香港市民多 或者示威者多 就是說香港警察多呢 我請那些真的 對香港近一兩年的 有留心的人 去反心去自問一下 哪一個用暴力多一些 大家想一下 但是暴力的嚴重程度 哪一個更重要一些 大家想一下 比如你可以試一下比較一下 好啊他們裝修劍鋒 這樣就暴力了 這樣 但是裝修劍鋒是打鬼滅的 但是你警察打的是什麼 是不是打你黃劍啊 是不是打你的公園啊 那些 是打你的人 打到你殘 甚至有很多是自然打死人 那些是很多因素 認識我們知道真實情況 很多手法不讓我們去參加街 這種話題都很相反 你不覺得還可以 但是推論究極yticälle 可能性就非常之高 譬如無編的那個人消失了 那麼這樣 這是不是大陸 也是香港來的嘛 這樣 無編的消失這麼好 那樣 那個人在積極去搞民民 那樣 那樣 或者是布了一些局 自己到球的這樣 譬如有用來跳樓的這樣 取消暴力就是所謂以暴止暴 或者反抗性那些 其實在一般正義上來說 那個是一些我們可以叫做合理的 就是那個暴力 譬如最簡單就是 如果警察真是一般維持治安的暴力 譬如對壞人的暴力去制止去犯罪的時候 這個暴力就是合理的 如果香港人所謂用的暴力 就是有很多時候是對抗警暴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叫暴力呢